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已经播出进入尾声 主演李庆和肖战的演技毋庸置疑 备受网友的好评 该剧也在央视八套2023年开播之间的所有电视剧中 收视率名列榜首 而《梦中的那片海》电视剧官方短视频账号 每天都会在固定的几个时间段里 放出电视剧的拍摄幕后花絮 以及串意剪辑的一些短视频 很多网友在追看这些短视频的同时 在评论区也留下了一些啼笑皆非的留言 比如网友在看到肖春生和童小梅的吻戏突然停了 立刻做的这张图 恨不得肖战和李庆瞬间能够亲到一起 就差没有把明证局给绑来了 两张搞笑的对比图足以证明 网友在追剧梦中的那片海誓 替肖春生和童小梅操的那个心哟 比老丈母娘还着急 这是李庆和肖战这对好朋友第五次搭档拍戏 此前肖战就曾经说过 他在娱乐圈最欣赏的女演员之一 就是李庆 就是因为类似的这个话传出来一些猜测 有消息说肖战喜欢李庆 事实上两个人私底下确实是私交不错的好朋友 但是在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以前的四次合作 肖战和李庆都没有作为男女一号演对手戏的方式出现 而且这次也是他们第一次演情侣 所以很多粉丝很好奇 肖战和李庆在银屏上的CB感如何呢 事实证明在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中 萧春生和童小梅的爱情细腻绵长 并不是轰轰烈烈也没有一见钟情 而是在彼此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已经暗藏了很多情愫 抛开童小梅对萧春生的不离不弃 一路相守相随不谈 萧春生第一次直面自己的内心是 才发现她在梦中一直找寻和追随的那个女孩 恰好就是童小梅 一直以后来她才发现童小梅正好 也是她在书库中萌生爱意的那个初恋女孩的时候 忍不住让戏外的观众感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而主线CB开始进入恋爱状态之后 观众在追剧梦中的那片海的过程中 时不时就被这个暖意感染着 他们的爱没有轰轰烈烈 有的是彼此互相扶持 萧春生至少有过两次 差点亲吻童小梅的情节 一次是两个人走在当年书库跟前的 狭长的胡同中 在雪景的硬沉下 与对比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某一瞬间 萧春生瞬间低头 拉近了和童小梅之间的距离 观众在银屏外惊呼 难道萧正和李沁就要贡献银屏第一次吻戏了 果然还是导演和编剧最会安排 他们勾起了观众和粉丝的好奇心 却没有让肖战和李沁的吻戏 落下实锤 而DX一丝的吻戏 是萧春生说 她自己感到疲惫 在创业的过程中 她希望童小梅能给予她力量 童小梅反问 我该怎么给你力量呢 肖春生霸道总裁附体 一下子把童小梅拉进怀里 撒娇发嗲 两个人头挨头的距离 给人的感觉 下一刻 肖战和李沁就要在电视剧里吻上了 可观众发现 他们再次被导演和编剧设下的这个爱情圈套 给勾住了魂 不知道是因为年代戏不允许有亲热的镜头 还是说 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更多的体现的是 男女主角克制温暖的爱情 总之 即便李沁和肖战并没有在电视剧里 贡献他们的银评初吻 但并不影响观众追剧 追得如痴如醉 如今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即将落下大戒局的帷幕 很多人也一依不舍 希望梦中的那片海 后续可以拍摄续集 依然还是原班人马 共同出演 除此之外 肖战在里面的表现 也比以往强不少 截至于目前 梦中的那片海 已经拿下了12个收视第一 连权文媒体都亲自下场夸赞 人民网评梦中的那片海 可以注意到四个关键词 际遇 使命 成长 奋斗 这些词语串联起来 正好属于一代人的青春 人民文娱 凭梦中的那片海 则是将视角聚焦在时代 和年轻人的身上 很多观众之所以喜欢这部剧 是从剧中的年轻人身上 看到了回忆 青春 以及自己 而新闻联播则是 站在更大的视角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解析这部剧 一个是梦想 另一个是奉献 当然作为自家的王牌剧 央视对梦中的那片海的评价 更加走心 坚定丰富梦想 笑蕾交织 书写签名人生 基本上 句句说到观众的心坎里 不能看出 整个故事以小人物 建成大时代 通过对70年代 北京青年的细致刻画 展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年代 其实 各大媒体 对于梦中的那片海的评价 几乎涵盖了电视剧的各个方面 在我看来 可以从两个方面 看到这部剧 与众不同的魅力 一 切入视角 年代剧 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烟火器 而梦中的那片海 好像很明白 观众的心理 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细节 在剧中 70年代的老北京风貌 缓缓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胡同 军大衣 雷锋帽 麻花变 二八大杠 石刹海 流冰场 从场景到服饰 一股浓厚的年代感 扑面而来 豆汁 炸酱面 冰糖葫芦 铜锅涮肉等 这些舌尖上的美味 不知满足了多少人的味蕾 为了让观众更加有代入感 梦中的那片海 穿插了许多历史大事件 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 改变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命运 这是这样的切入视角 让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 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 二 人物塑造 其实 看到梦中的那片海的后半段 你会发现 剧中的很多鲜活的人物 贺鸿林 出身音乐世家 具有极高的音乐天赋 却因时代局限 导致寓于不得志 少年的生活经历 让他比同龄人更加成熟 同时也造就了 他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间 挣扎的矛盾体 前期 和红林的人设虽说有一些傲娇 但是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然而随着剧情的深入 这个角色并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却变得越来越不讨喜 在剧中 萧春生代表着理想 他想拥有一段令人羡慕的爱情 可是最终 却输给了现实 选择了能给他更好生活的叶国华 而童小梅则是真正的白月光 她是萧春生 值得付出一辈子去爱护的挚爱 她的出生很好 心地也很善良 做事有自己的主见 尽管家人为她安排好前程 但是童小梅却坚定想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 童小梅对于萧春生的爱 有一种任务细无声的感觉 两人在图书馆的那次素未谋面的相遇 还是童小梅为了成全萧春生和赫红林 让出文工团的名额 又或者是在萧春生受伤后 义无反顾地陪在她的身边 可以看出 不管是努力成全对方 还是默默地付出 童小梅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 除此之外 还有人间清醒的叶芳 在剧中 叶芳好像编剧般 不仅能够看到一个人 还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 在哥哥叶国华 沉敏于对赫红林的情感无法自拔时 他一语击中要害 挑明赫红林和她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一起 也不是因为相爱 不仅如此 叶芳提早预料到 高考迟早会恢复 在陈红军变弹期间 给她准备了复习资料 让她准备高考 而且听说陈红军想要去从政 她极力劝阻说她不合适 结果真如她所料 在现实中 像叶芳这样有远见的姑娘 还不在少数 光是这两点 足以撑起整部剧的质量 虽说梦中的那片海 已经火到不行 但是不少观众 对于剧中演员的演技 存在着一些质疑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面介绍的媒体 对梦中的那片海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提到了 唯独不提演技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评价一个人的演技好坏 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考虑 比如年初最火的狂飙 很多人因高启枪这个角色 喜欢上了张颂文 好的观传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后劲十足 在开播前 凭借预告片 就能引起观众的注意 开播后 又能掀起一阵观影的热潮 等整部剧完结后 影响才刚刚开始 而且演技 是个非常主观的一个标准 所以梦中的那片海的演员 到底演的咋样 还要看完结后的余温 总的来说 梦中的那片海 就像是一趟时光机 带观众穿越回到了过去 重拾那段珍贵的回忆 至于梦中的那片海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 你心中早有了答案 谢谢观众穿越回忆